大家好,我是您的养生顾问老安 每天见一面,健康多一点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 日常饮食要餐餐有蔬菜 并保证每天摄入300-500克的蔬菜 蔬菜当中富含膳食纤维 对于保持肠道的健康 提高集体的免疫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中含含有一定量的钙、煤、铁等等这些营养元素 好处可谓是数不胜数 绿叶菜虽然好处很多 但是它也有天敌 那就是高温 新鲜绿叶蔬菜中的营养物质十分丰富 但它也非常脆弱 不恰当的加工过程 会使维生素抗氧化物大量流失 有研究显示 在炒蔬菜的过程当中 水溶性维生素会损失30-40% B族维生素、维生素C以及钾等这些营养物质 都可以溶于水 过度浸泡、先切后洗 都容易造成这些水溶性营养素的丢失 所以今天老安就来给大家讲讲 如何保留这些珍贵的营养物质 第一点 肺水快焯 蔬菜焯水后再加调味品凉拌 既可以软化纤维、改善口感 还可以去除草酸 注意啊 要水沸之后再下锅 凉水下锅呢 焯水的时间就会过长 营养物质将大量的流失 老安推荐您 要尽量保持蔬菜的完整 不要切小块再焯水 焯水前在水中放入少许的食盐 可以减少矿物质的溶出 放少许的油可以护色 让植物纤维更加的柔软 老安建议 水开后再放入绿叶菜 10到15秒左右 叶片塌陷即可捞出 第二点 现吃现烫 涮火锅的时候 少不了涮菜 不少朋友会一股脑的把蔬菜丢进去 一边煮着一边捞 这样也会导致蔬菜过度烹饪 营养素流失惨重 老安建议您 吃多少烫多少 开锅之后再下菜 体积作减即可捞起 烫煮的时间维持在一分钟以内为最好 在这里 老安还提醒您 不要用辣锅涮蔬菜 因为蔬菜会吸附大量的脂肪和辣椒 容易让人长痘和发胖 第三点 绿叶菜烹饪之后 不要隔夜吃 无论是外食打包 还是处理家中的剩菜 绿叶菜都不建议隔夜之后再使用 因为隔夜后的绿叶菜 它们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会升高 对您的健康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而存放越久 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流失也越多 老安推荐您 新鲜菜买回来之后要及时的放冰箱 不要常温下放置过久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